楼外往一个桶里面摆放窜天猴,窜天猴在里面排得密密麻麻的,整整准备了350个窜天猴。 等天黑之后点燃这些窜天猴,窜天猴一下子就都飞了出去,朝着四面八方飞的到处都是,看起来非常的震撼。 接下来又在一颗小球上绑了两个窜天猴,点燃之后在上面冒出了火焰,然后小球快速的旋转了起来,看起来窜天猴的推力确实非常的强啊。 接下来又用瓶子做了一个小船,在上面放了几个窜天猴,点燃之后窜天猴推着小船就游了出去,但是看起来效果并不是很好,在水上走不了多远的距离,接下来就换成了风筝。 打算用窜天猴带着风筝飞出去,整整准备了50个风筝,不得不说阿三这种放风筝的方式确实有些特别呀。 这么多的风筝一个人根本就放不过来,于是几个人同时过去点燃,还没等点完呢。 就有窜天猴带着风筝飞了出去,也是把几个人吓了一大跳。 接下来窜天猴陆陆续续的都飞了出去,这些风筝也都飞得到处都是,没想到窜天猴竟然还能带着风筝飞出去。 几个老外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兴奋,这种实验非常的危险,大家可千万不能模仿啊。